第四个部分呢 我来为大家讲解一下 咱们在托福口语考试中 常常会遇到的一些疑难问题 这样咱们就更清晰更明了 也知道咱们在考试中 会遇到什么样的一些情况了 Questions and Answers 第一个呢 很多同学会问 我们如何听到听力部分的材料呢 其实这是不需要担心的 咱们在考场上会有听力的耳机 咱们就可以收听了 那么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我们听录音的时候 可以调节音量吗 很多同学希望把音量放得尽量大一点 那么这一点也是完全不需要担心的 因为咱们在电脑屏幕的右上方 会有一个调节音量的按钮 咱们可以使用它调节到 自己舒适的一个音量上 那么第三个问题 大家会问 考场上是否有钟表 供给咱们查看时间呢 其实在电脑屏幕上是有的 在屏幕的左上方 会记录一下剩余时间 只要咱们的准备时间一到 考生就会听到 嘟的一声提示音 那么就意味着你将开始答题了 那么下一个问题 回答问题时应当怎样录音呢 需要我们自己操作吗 其实是不需要的 准备时间一到 我们就会听到嘟的一声 那么录音时间就会立即开启 这一刻我们就需要准备好 组织一号的答案来进行 攻答了 那么这一段时间通常是45秒到1分钟 当这段时间一旦结束 那么系统会自动引导咱们进入下一个问题的回答 还有一些人会问 那么对话和讲座部分可以听两遍吗 这一段跟咱们阅读材料是一样的要求 我们只有一次机会 所以我们在听的时候 一定要非常认真仔细 并且学会在你的notes上 take down the keywords 所以我们只有一次机会的时候 一定要集中注意力 抓住每一个细节部分 并且学会进行整合和总结 下一个问题 大家会问 那么45秒我们可以表达多少内容呢 这也是我之前反复向大家提示的一点 就是论点不要求多 我们只需要用6到7句话 来把我们的论点说清楚即可 也就看我们的时间非常有限 千万不要求多 并且学会在每一句上都下一点功夫 让每一句都展现出我们的英语实力 和自我独立思考的能力 那么下一个问题呢 很多考生会问 既然独立思考的题目当中 需要我阐述自己的观点 那我们应该如何发展出自己的观点呢 其实这也是有技巧的 我们可以通过举例或解释说明的方法 再结合咱们听到和阅读到的材料 进行解释说明 这样就非常好了 其实我们最常听到的四个字 是以小见大 我们如何实行这四个字呢 其实非常简单 在咱们中国人啊 叙述一个事情或看法的时候 咱们通常会用一些非常概括性的词 比如说美丽的 壮阔的 比如说让人心旷神怡的 但我们的英美文化当中 更着重的是你个人 非常authentic的一些看法 比如说在你描述学校的时候 你有可能不需要用一些 great or beautiful这样一些词 而考官们更希望听到的是 你对某一个点 一草一木 一花一树 这样的看法 来表达出咱们对学校最真实的体会 下一点 我们的内容必须是真实情况吗 其实这也是不需要的 因为咱们的考官呀 也不了解咱们的考生 其实只要你选择自己最适合 最善于发挥的内容 在考前认真详细的准备过 所以不管你的内容是虚构还是真实 这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 你能把你的观点阐释清楚 那么下一个问题 有的人会问 怎样才能让自己的表达清晰连贯呢 这一点我会给大家两个建议 第一个建议就是 每句话都要表达完整的信息 并且句子结构尽量简单 尽量简单的意思 并不是让大家每一句都用简单句 其实用上一些从句是非常出彩的 但唯一就是不要把一句拖得太长 咱们在阅读或写错的时候啊 通常都会努力把句子扩充 有可能一整段都是一句话 那咱们在口语考试中呢 思维的时间并没有那么长 而且需要咱们快速的反应 所以咱们很难写出这么长 很难说出这么长 而又没有任何语法错误的句子 所以对咱们的能力要求是非常高的 我建议大家呢 能用一些从句就用一些从句 但不要把句子弄得太过冗长 而第二点 单词使用一定要尽量的准确 发音一定要尽量标准 口齿清楚 使用正常语速 咱们都有这种体会 就是在考试或比赛当中 一旦开始叙述的时候 总会因为紧张 而语速突然加快 表现出咱们很紧张 不安的这样一个心境 其实在考试当中 若你能使用非常正常的语速 并且表达出你沉稳的一面的时候 这样就会给考官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了 那么下一个问题 什么叫连贯性呢 其实连贯性就是你是否能具有条理 咱们评分人员关注的并不是你每词 每句用的是否完全正确 而是你有没有进行合理的思考 能否把信息准确无误的转述和总结 并且在你发展你的论点的过程当中 句一句 断一断之间 有没有比较紧密的联系性 这是咱们的评分人员所关注的 所以大家也不要过于担心 当出现小的问题的时候 咱们可以让它pass掉 想一下下一句我该怎么说 只要有足够的信心 发展好后面的内容 咱们完全不要担心那些minor slips You are gonna be good as always 这节课呢 为大家简单介绍了一下 托福口语考试的基本内容 希望大家能有所收获 好了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